我愛翻尋味,吃得很棒 舅舅有沒有一些吃完很開心的菜式 那你就放心吧 今天舅舅就告訴你 這個舅舅了吧 羊腰,杞子圓肉,當歸,紅棗,再加上黃酒 吃完之後,大家都開心 羊腰有一陣子包著 這一陣子我全部撕乾淨 一切開裡面 是不是很多根莽白色的 你就把它處理 那就乾乾淨淨了 芥花,你不芥花也可以 不是一定要芥花 如果你覺得大健 那你就休可以了 是 羊腰好還是豬腰好呢 當然是羊腰好 因為羊滿身,要到處跑 它吃的東西全部都是 含有生藥成分的 它只會吃鹽水,生鹽水 有機會幫它排動 所以羊是很健康的 放一點點鹽 將它的酥微擠出來 放幾滴油 千萬不要大滾 讓它的血水慢慢地揮發出來 經過這個方法處理 是絕對漂亮的 如果不是這樣處理 連那些你也吃不下去 煮好它,洗乾淨 拿出來 你看看羊腰處理乾淨之後 多麼漂亮 薑粒,先爆乾水 爆到那麼長緊 放那麼多油 然後放下去 那些紅棗杞子 就要用一點點清水 加那麼多鹽去浸一浸 將它的雜質、塵去走去 當歸,一片 紅棗杞子、原肉 一起放下去 少許陳皮絲 滾了 嘩,聞到當歸的味 很舒服 加少許胡椒粉 將羊腰放下去 黃酒不要煮太久 它全部走出來的味道 放少許鹽 一開始滾到身上 就收火 加上羊腰一起吃 明天早 嘩,那些香味 加幾顆蔥花 哇 我關心的是關心什麼 哇,人家都很精神了 琴舞都笑得很開心 誰都笑,你都笑 記指魚肉 羊腰湯 家平當歸 值得一試 我愛花沉味 吃得漂亮 我愛花沉味 哨家遇上你 大家好,我是丁丁 丁丁今天要化身成為 沉味一丁帶大家去賺食 當然了,在鏡頭的後面 還有我們的二丁、三丁 如果收視高的話 二丁出鏡,好嗎 好,知道你走出鏡很久了 如果點讚高的話 三丁出鏡,好嗎 不好 這麼扭鈴 看來點讚要更高更高才行 好,那我們今天 我們繼續我們的地鐵站 尋味情緣 來到的就是 潘嶼中村站的A1出口 這裡很厲害 向左轉,沒有多遠 就是我們潘嶼的萬博CBD 非常熱鬧的雙圈 而向右轉 就是可以去到四通八達的 廣州南站 當然,身處這個位置 你可能覺得今天那天有點灰蒙蒙 又有些靜陰陰 而且,好像還有些藍沙沙 到底哪裡有東西吃呢 是不是很神奇呢 跟著我去法國吧 這裡看上去像廢舊的舊廠房園區 實際上還有各類的小工廠和工作室 經過大家的悉心改造 這裡有好幾間很有格調的咖啡廳 餐飲店、花店等等 新舊碰撞,特別出現 所以一個不小心 就成為了網紅打卡的最腳地 今天第一站要來打卡的就是這裡 無論是潮人、英俊、美女 都是必來的 這裡還會接受雙泊 有東西吃、有東西喝 又可以在這裡賺錢 想想也開心 我們先進來這裡點餐 你好 我想要一杯冷的鳳梨美式 然後熱的山茶花拿鐵 再要一杯葡萄加倫美式吧 就是綁一、綁二、綁三都要 可以找個位置找到給你拿回去 好的 你會推薦哪個位置最出篇 哪個位置最出篇 對呀 就是或者比較多人喜歡的 就是這裡是以什麼主題為主的 韓式主題 韓式主題 噢 她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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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想像你一樣 嗨 這裡是韓式為主題 外面就是你消費 譬如我們剛才買了30元一杯東西 就可以隨便拍…拍拍拍,很出片 這片黃色的舊廠房 你別說真的有一種 走進了越南惠安古城的錯覺 而進來一看 高冷的金屬感撲面而來 出片,必須出片 這裡很大,處處出片 菜已經點好了 原來這裡是吃越南菜 也可以稱為東南亞的融合菜 這個是九層塔豬肉粒炒飯 然後這個是香脈炒雞 還有一個泰式的避風糖牛蛙 以及一個椰汁上湯豆苗 我逐樣試試 這頓飯也很豐富 先試試這個九層塔 很香、很清新 裡面是用了九層塔的 嗯…真的很香 所以是聞到 然後再品嘗到九層塔 然後豬肉應該選了一些 比較豬頸 所以吃下去是一一一一 很爽脆的那種 嗯…香味和口感的層次 都是可以出來的 嘗嘗一隻雞 這個雞看上去的火口挺好的 甜甜的口味 又淡淡的香麻香 然後試試這個避風糖 如果是避風糖呢 他先試一口這個避風糖 但很脆 鹹鹹的 微微辣 大食避風糖也挺好味 因為牛蛙看上去是乾的 你看看顏色 吃下去還好 吃下去表皮比較焦脆 而且裡面還是嫩和有少許醬汁 好…先試這個菜 剛才捧上來的時候 聞到很香的椰汁味 就會有很清新的感覺 是否老了 我不會的 它又多滑 多嫩多脆 其實在這裡 我們坐下來 感受到的是一個氛圍 這裡是一個舊廠房 據本地人介紹 以前是煉鋼、鋼鐵 現在經過改造之後 就會給人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還有很多英俊美女都很喜歡來這裡 可以帶給大家聚會一種驚喜的感覺 因為在外面看起來是平平無奇的 另外 閉上眼睛 只是感受那些香料的香味 真的好像帶你去到一個 異國風情的地方 這樣一餐下來 有菜、有肉和有主食 大約是250多元 人均不用100元 口味方面 其實是屬於中輝中舉 但是最關鍵就是吃一個環境、一個氛圍 還有可以帶朋友過來 三五知己來聚下會 如果你喜歡拍照的話 就一定要帶色影相的攝影師來 這樣這一餐飯的性價比 就會趁趁趁提升 午後走在陽光微風的小路上 可以去花店選一束花 將一日好心情帶回家 也可以繼續選一間咖啡廳、發呆豆 享受而且成為自然界的一員 沿著這個小三坡繼續向上走 我們又來到下一個打卡點 雖然這一片有好幾間的咖啡廳 都很適合發呆豆 但是我就選擇這一間 當然,不同人來到這裡會有不同的選擇 例如可以在這裡辦個小派對 又或是扮得漂亮 無論是男生或女生 可以來這裡拍照 而我選擇在下午3時3時 來這裡點一杯咖啡 還有一件令我深深烈烈的甜品 接著享受大自然 再整理一下我的工作思路 你無論如何看見 你這杯咖啡廳 你不斷的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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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他喝咖啡的咖啡廳 你不斷的咖啡廳 你不斷咖啡廳 你聽聽吧,右邊有廠房裡敲鋼鐵的聲音 而左邊環繞的就是小鳥在唱歌的清脆聲 不如我們試試這件蛋糕吧 這個手感可以感覺到它是一件重脂 不知道會否漏 很口水 因為表面有一點檸檬餅皮和檸檬汁 所以它漏出來也是很清新的感覺 我也剪了一杯非常矛盾的 叫做大紅袍燕麥咖啡,厲害了 它有一個名字,詩情懷疑叫麥田茶香 其實茶加咖啡也算是鴛鴦的吧 我先試試 茶味會濃一點,咖啡味相對會弱一點 然後有燕麥的那種味道 再搭配這個氛圍 我覺得可以腦補到前面一片 都是很漂亮的稻田 挺好喝… 這杯橙色的叫樂秋 這杯粉紅色的叫春梅 是幫我們的二丁和三丁點 春梅是有草莓和玫瑰花 而這個樂秋是有八香果、沙桔和柚甘果 三種果汁有三種層次的口味 當然是屬於酸的感覺 我們選了這四樣東西 一個是124元 平時如果你有空或不空 都可以來這裡發酵牛豆 如果你有空的話就來這裡放空一下 例如其他人來這裡放空 就像他們那樣,聽生意也可以 今晚大家在這裡的新趴粵菜 數碼落單看到的菜單也挺特別的 我和大家讀一下 有這個好像糧菜、前菜 叫做墊住肚 還有同撈同煲 以及跟我們節目的環節也很像 就叫做煙火味月菜 以及沒有顏值,靠美力 我最終三個人的份量 我選了一個菜和三個肉 選了這裡的主打和港草鹿 以及很有氛圍感 茅台玫瑰鹽豬爽肉 還有大頭菜的豬牛舌 以及一個家常的小菜 就是薑汁芥蘭的 現在先試試 先試試鹿鵝 鹿鵝之前我已經做過卡 我覺得很值得推薦 很嫩 剛才我偷過絲 其實它是用七斤重的馬肝鵝 所以我們會看到它的肥瘦很適中 而且肉很嫩 而且它滷得很夠味道 鹹甜很適中 吃起來的那股和港草的味道 真的令整道菜的煙火味提升了 雖然環境真的很新潮 但是可以吃到一個很濃的味道 推薦… 好,我們嘗嘗這個顏值一流 茅台玫瑰鹽豬爽肉 有一股燒豬的味道 其實它的茅頭 可能只是輕輕在外面分一分 所以吃起來的時候 吃到豬很原始的一種香味 其實它配了一個自製的黃蹄醬 我點點它,它有點小 這個是傳師自己自調的黃蹄汁醬 很香 酸、甜、爽、脆 他們說是用一個寶寶的黑毛豬做的 而且看到師傅很用心切得很薄 然後用一個熱石加溫來吃 所以口感、味道和溫度都很適合 然後嘗嘗牛舌 其實剛才懷疑過是否有花肉在裡面 原來不是,原來它是用低溫慢煮的牛舌 所以你會看到它有點像煙肉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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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很軟,很入味 鹹甜的 其實它是有點像煙肉 有點像火腿、腸 送飯一流 最有趣的是裡面還有這個大頭菜 菜頭 筷子也不行,還是它很滑呢 這個是… 只能怪它比我滑 這個菜頭,叫大頭菜 說真的,經常說 多吃大頭菜,叫你不要發白日夢 如果你覺得肉比較濃郁 就要吃大頭菜去調味一下 好,我們最後嘗嘗這個無間菜 薑汁大腩 其實薑汁大腩跟大頭菜的口感也有點像 很爽暖 不得他們說,叫做自流地 最重要的是跟附近的菜籠 瘦白的好菜 這個也可以 很嫩的芥蘭 你別看它圓條,沒有切片 薑汁很濃郁,然後很入味 薑芽是很爽脆的 沒有牙都適合吃 好像這樣,三個人的份量 三個肉,一個菜 人均不需要100元 簡簡單單有一餐 就算一個人來吃,也不會覺得孤單 因為你看,後面有很多街坊 吃飽飯了 可以順著這條路走走山蝦步 如果還捨不得回家 不如去吃飯後甜品吧 月色的甜品店我們見得多了 但是充滿了工業風 而且還可以自由自在 又可以打卡 我們來吧 不要思念,思念沒有用 要見面,不要抱抱 人生大事,吃喝而至 好像會被忌廢 好,我知道 醬汁的味道 是你吃的 有口味到醬汁 吃吃吃吃吃吃問 所以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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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13元而已 降火一流 然後這個是番薯糖 但是它是加了一些湯圓仔 還有雪耳的 很膠的,還有紅棗 22元一大碗 而這個就是我平時最喜歡的 勝過眼 這麼大碗才20元 你看蓮子多大 全部都是廣式糖水 我先嘗嘗 它不會很甜的 但當然也不是不夠味道 甜度是非常適中的 然後它很滑溜 就是那些銀耳已經熬得起膠 是我喜歡的那種 不是那種水和銀耳分開的那種 然後蓮子真的很粉 喜歡吃蓮子的,一定要打卡 而且這個份量20元這麼大碗 平時如果在市區的話 可能就是一半左右 所以這個份量真的很足夠 很清潤 可以吃飯嗎 可以… 我們去市場買一個漂亮的鮮雪耳 可能也要10元、8元 或者10多元 冷得煲的話 其實散步過來這裡 也要喝一個甜品也不錯 今天我們在中邨的謝川 這個工業街附近 真的沒有走出去過 可以感受到 鑑魚人對生活質量的要求 以及可以感受到 就是鑑魚滿滿的幸福感 所以說我們的灣區煙火味 真的從街頭吃到好吃 希望接下來的節目 可以繼續帶大家體驗 鑑魚的幸福味道 下期節目再見 今天的打卡有沒有完成了 下班,再見